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一个预测死亡软件的故事 有一款APP可以预测死亡的时间 略奇的心态让很多人下载 看看自己还能活多久 派对上有人提议 谁APP里死亡的时间越早要吹平 大家纷纷下载 同意所有服务条款 有人能活60年 也有人还有30年 精魅手机显示 他最多只能活3个小时 男友短发哥出现喝了所有的酒 醉醺醺的短发哥送精魅回家 精魅为了安全选择走路回家 手机显示精魅违反了用户协议 APP提示还剩不到两分钟 精魅跑回家 在预示精魅被抓了上去 最后是个精魅精准死亡了 而短发哥的酒驾出了车祸 精魅坐过的座位一根大树插了进去 女主莉莉是医院里最优秀的实习护士 发现短发哥精神恍惚 女友精魅被精准预言死亡 而APP提示短发哥的死亡时间是手术时间 女主莉莉要转正了 大家为她庆祝 有同事说起预测死亡的APP 在同意服务条款后 女主发现自己还能活3天 呵呵鬼才信 女主忙着整理转正资料 周六还要去给妈妈上坟 小时候妈妈去找女主 结果被汽车撞死了 短发哥发现还有3分钟寿命了 想逃离医院 手机提示用户协议失效 短发哥看到镜子里有死神的黑影 短发哥逃到楼梯间 突然灯黑了 门也反锁了 女友精魅出现 一阵撕咬 短发哥恰好在死亡时间最晚 女主知道短发哥跳楼自杀 验证后发现死亡时间 恰恰是APP的提示时间 这让女主担忧自己 自己还剩下不到48个小时 女主告诉父亲 不去上班了 需要加班 随后APP提示 女主违反了用户协议 工作期间 医生男用转针来 要挟和女主啪啪啪 拒绝后的女主 手机提示 女主违反用户协议 这个GastAPP也无法删除 合上电脑 女主看到短发哥的吼叫 气得女主扔了手机 踩碎了她 手机继续显示 死亡倒计时 女主躲到车里 不敢回家 第二天 妹妹单来找女主 发现地上的碎手机 死亡倒计时 还有一天 女主去买了新手机 一转身新手机上出现了 死亡倒计时的APP 店老板也无法删除 时间剩下21个小时 在汽车里 女主看到倒车影像 出现了死神 一踩油门 撞了别人的车 黑哥从手机店出来 帮女主解围 原来黑哥只剩下 38个小时 酒吧里两个人郁闷 为什么死神选择了我们呢 女主想看看到底 违反了什么用户协议 黑哥让一个人 下载了软件 其中有命运条款 所以你改变原先的行程 就相当于违反了命运 黑哥去上厕所 看到一个小孩的腿 竟然能够随意扭曲 灯灭了 小孩扑到黑哥身上 直到有人进厕所 幻觉才消失 医生男叫来了医院的高层 诬陷女主 医院将女主停职了 女主气愤的和黑哥 离开了医院 晚上两人来到一个大教堂 找到了眼镜神父 神父巴拉巴拉一通 觉得把软件黑了就可以了 两人找到手机店老板 手机店老板收钱干活 修改了手机上的死亡时间 女主还发现了妹妹单也下载了软件 将她数据修改了 两人庆祝可以活到一百岁 孤男寡女庆祝重生滚了床单 半夜女主醒来 发现房间外有人 黑哥进来了 那睡在女主身边的是谁 一个鬼手抓女主进被窝 黑哥扔掉被子 才让女主解围 两人一看死亡倒计时已经恢复了 女主给妹妹单打电话 但发现自己还剩下四个小时多 单躲在床底下 床飞了起来 一个人大叫 她在哪儿 女主来到妹妹家 三人去了眼镜神父那里 眼镜神父认为 这是来自死神撒旦的诅咒 只要有一个人活过死亡倒计时 诅咒就可以破解 神父摆出了六王心症破解诅咒 这时黑哥还剩下两分钟 女主用爱之文鼓励 灯黑了 大家站进阵里 鬼叫声传来 一个鬼影出现 他无法进入阵里 黑哥小时候病死的弟弟出现 黑哥被吸引走出了阵 一只鬼爪拖走了黑哥 女主追了出去 黑哥安全地在路中间 以为破解了诅咒 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撞死了黑哥 时间刚刚好 女主觉得很快就轮到我们两个了 妹妹单腹部被刺伤了 送进了医院 女主看到医生男 自己还剩下18分钟 心生一记 女主施展了女人特有的魅力 想回来上班 果然医生男精从上脑 去废弃的屋子找女主 等下人挽起了捉迷藏 突然女主用铁棍打翻了医生男 想杀了这个社会 妹妹赶来 你到底在干嘛 突然医生男被拖走得救了 女主的办法 医生男也下载了APP 只要医生男死在预测时间之前 也算破了诅咒 而同时妹妹死亡时间 只有一分多钟了 鬼影开始追妹妹 医生男偷袭打翻了女主 女主突然踢了医生男老二 拿铁棍追杀 突然鬼影打飞了女主 妹妹丹只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鬼影要带走丹 女主出现 一针扎下去想自杀 女主的妈妈出现 一直在寻找女主 这是幻觉 女主一针扎下去自杀 来破解诅咒 鬼影想阻止女主死亡 但是已经晚 诅咒被破了 妹妹看到女主手臂上的自己 用药物救活了女主 女主死了几秒 通过药物复活了 最后一家三人去坟地 给妈妈上坟 医生男被好多人指控 性侵关进了监狱 突然手机响起 死亡倒计时APP升级了 想欺骗死神 哪有那么容易 阎王叫你三根死 谁敢留你到五根啊 手机店老板约会完 随后手机响起 升级后第一个要干掉的 就是你这个黑客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